特斯拉皮卡Cybertruck被加裝機關 搶檢然現身烏克蘭戰場助力2G 超狂配備不但出自車程領袖 卡迪羅夫還聲稱是特斯拉執行長 馬斯克送的禮物 這兩輛Cybertruck如何現身烏烏戰場 成為羅生門 不過日前卻有英國媒體利亞包 歐美豪車如何進入俄羅斯 富豪們的車庫 利用IG短影印象車主招手 莫斯科汽車經銷商緊跟潮流 然而斬尖被打上大轟蝴蝶結的新車 卻從德國雙B 保時捷到英國Land Rover 都不缺席 然而在先方制裁下 這些車不該有合法管道進入俄羅斯 問題敏感卡車司機回答避重就輕 從喬治亞拉爾斯檢查站 開車十分鐘就能夠入境俄羅斯 更是兩國的唯一陸陸通道 而到了這裡 豪車被願望一處安靜的停車場 等待下一段旅程 要交超過700萬台幣的麥巴赫 GLS和新道連座椅包裝都沒拆的保時捷 甚至是大牛藍寶捷尼超跑 都露天提放在滿市實力的空地 不久後就有人員熟門熟路地把車開走 卻恐怕不是車主 而是專業業者要以個人身分來取車 有的車則是透過載運車運送 都是為了規避海關隊大批新車的盤查和申報 這影片轉換了您的介紹 如何承認自己在外國的車 而且還不錯 甚至有喬治亞業者 拍攝鱷魚的攻略影片 教俄羅斯車主如何買外國車 然而就連西方的名貴豪車 都能在光天華日下大喇喇送進俄羅斯 武器和資訊設備恐怕也沒有難度 所謂經濟之才浪潮的效力 再度讓外界大大問號 三星目錄成品 作為報導